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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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子 兒子 別這樣 媽知道 你呢是個要強的孩子 這次沒考好 你心情肯定不好 不過沒關係啊 下次努力啊 只要你肯努力啊 下次一定能考好 兒子 這人啊 一生中 肯定總會遇到不滿意的地方 當你不如意的時候呢 就得想開 知道嗎兒子 要不然你將來怎麼走向社會啊 遇到點問題 就像你現在 考試沒考好 就以消極的態度對待 那以後能走向成功嗎 破遊戲 破遊戲 媽跟你說話呢 你要是媽兒子 是男子漢 就振作起來 把那勁啊 使到以後的學習上 你聽見沒有啊 媽跟你說話呢 你聽見沒有 別玩了 來 幹嘛呀你啊 你怎麼知道玩這個呀你啊 有你這樣的嗎 媽這麼勸你 你還在那兒玩遊戲 就知道玩遊戲啊 你要有本事啊 就把那鏡頭用到學習上 行不行啊 對 我就會玩遊戲怎麼著吧 我就這點能耐 你才看出來啊 我就是個窝囊廢 行行行媽好 你幹什麼去啊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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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去啊 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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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兒啊 你趕緊進屋啊 你鬆手 你鬆手 你要幹嘛呀 我心情不好出去三天心 怎麼了這你要管哪 媽不是管你 媽陪你去啊 你先去我媽 你鬆手 你先 我又不是三歲小孩 我用得著你管我嗎 你不又怕我去尋死嗎 你放心 我李家木再怎麼窝囊 我也不會去尋死的 你鬆手 你鬆手 兒子兒子兒子 你聽媽說 媽媽不陪你去啊 你自己出去散散心 出去等你心情好了就回來 別讓媽惦記你啊 讓開 是 你有個手機帶沒帶啊 讓開 帶上手機就好 把手機開機 別讓媽找不著你啊 我讓你讓開 行行 來媽給你摁電梯 來 兒子 早點回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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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的我都別管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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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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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就不接电话呢 妈 你别太担心了 哥没准一会儿就回来了呢 我太了解他了 哥肯定不会想不开的 你就放心吧 妈 喂 叔叔 我现在想见你 你怎么又到呢 真没事 你就别管我了 我跟你说 姜牧 你说的情况叔叔能理解 不就是一个考试吗 叔叔当年考试也考得不好过 但是呢可以再来嘛 对吧 没下次了 司徒叔叔 我决定了 不参加高考了 那怎么行啊 怎么可以半读而废啊 不行 见诸不行 就算是我考上了 反而增加我妈的负担 我们家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 姜牧 你听我说啊 听叔叔说 家里所有的情况 有我在了 不用你这小孩来操心这事 懂吗 司徒叔叔 你和我妈现在 恐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司徒叔叔 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交情的份上 帮我找份工作吧 帮你找工作没问题 但是呢 不行 怎么就不行呢 因为你没有成年 你现在主要的工作 就是好好学习 懂吗 我马上就满十八岁了 我有资格参加工作 好 那你满了十八岁以后来说吗 叔叔 打住 以后不要跟我提这事 再替我真生气了 你说你怎么搞的呀 追了我妈这么多年 现在是这样的结果 我怎么觉得 我是不是长得对不起观众 然后就是 这谁都见我谁烦啊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你记住了 你在我心里 是最帅气 最高大的男子汉 记住没 记住了 谢谢 舒服吧 疼不疼 可舒服了 不疼 要 要 要哪儿疼给我说一声 疼啊 嗯 好 这儿疼不疼 不疼 这儿呢 不疼 嗯 就是身上痒 痒啊 可痒了 哦 对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 咱从来了以后还没洗过澡是吧 嗯 哎呦 这怪我 那天走太急了 忘记带起化洗衣服了 你说这 妈 穿我的衣服呗 我 我 我不穿 你不穿 不是 这是这是你闺女 穿她衣服怕什么穿着忘 我给你洗个澡好有换的 我不穿 我要穿我自己的 哦哦哦 穿自己的 那这样吧 那我到城里去给你拿趟衣服吧 你还真去啊那么远 没事 现在还能赶上那个末班车到城里的 行 我去一趟 回来不行打个车 我给你拿衣服去啊 嗯 在家等着 嗯 快去快 好的好的好的 姐 快去快回 好 妈 给你盛一吹啊 你说你妈 为什么不接受我 我告诉你原因 为什么呀 是因为一个人 四叔啊 你不会跟我说 是因为那个杀人犯吧 就是他 果然是他 果然是他 我早就觉得他们俩不对劲了 建伯 你说对了 就是这个杀人犯 就是他 不知道用了什么样的奸戒 把你妈迷得是诡异心窍 是他 是他踩散了我幸福的家庭 毁坏了我美马的生活 把我和你妈两个猜开 是他亲手断送了你和家家 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就是这个杀人犯 我恨他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来 我爸不说了啊 不说了啊 不说了啊 不说了 不说了 是 你好 您拨打电话 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在播 来 是你 我那天啊 走得急 把这就咱妈演衣服忘带了 叔叔 你回来啦 对 我来给奶奶取衣服的 奶奶还好吗 挺好的 放心 走 你吃饭了吗 我吃了 吃了 那什么 妈怎么样了 最近 我给你讲 恢复的呀 还真不错 零星记忆都有了现在 真的 而且你啊 见到那些老物件啊 就有感觉 而且它能回起一些位置 还有 带我小儿到海边 有的歌她都想起怎么唱啊 晚风 青肤 澎湖 澎湖 她都会了 都回起来了 是吗 这太神奇了 那我说了 以前呀 我也想过 用这个办法带妈回去过 是 她试了那么多次 一点效果都没有 你太伟大了 毕竟是她儿子嘛 你怎么那么伟大呀 我会继续努力 姐姐表扬我 快 来 帮帮帮我拉一下 好 太好了 我还得继续努力 是 那我给你回去啊 好 好 走吧 来 家冒 你回来了 喝酒了 你怎么来我家了 对不 上次我带你奶奶走的时候 走太急 衣服放哪了 我来回来给你奶奶拿点衣服 走 撒谎吧 不是 这衣服在这儿了 真没撒谎 来来 走 走 来 干吗 姜妹 你喝那么多酒啊 我那么大味 走 那你坐坐坐 回来跟我妈约会来了吧 还得你能别胡说吧 你闭嘴 你就是个骗子 你用花言巧语 献殷勤的手段 骗取了我妈的感情 迷惑了我妈的心 家母 真不是你说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好 可我闭嘴 坐呀 让我把话说完 你 施展轨迹 让我妈诡弥心窍 就是你 搅和了我们家的幸福 毁了我们全家 你断送了我妈和司徒叔叔的未来 你毁了我和家家幸福的生活 我我恨你 家母啊 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 真不是这样的孩子 我恨你了 我再跟你拼了 干什么 你干什么呀你 你怎么又犯火呀 怎么串叔叔啊 妈 你为了他跟我动手 你现在心里只有他 根本就没有我 你看看你 你喝多少酒啊这 在哪儿喝呢 你刷酒疯了是不是 你现在爽了吧 你现在得意了吧 家母叔叔 没你说那么窝窜 你知道吗 我跟你拼了 妈 你拼什么 你拼了 你跟我拼 来 你跟我拼 丁姐 你现在无药可救了 你看你现在的表现 你已经爱上他了 你已经无药可救了 我走 滚 现在就走 永远也别回来 丁姐 我走 你别后悔 哥 哥 江沫 江沫 我找他让去了 你别别 妈 哥怎么这样啊 咱们去追他 我气死我了 你还没见过 你真的有工作坏 你还没见过 我翻唱 我还能好好因此 你帮你 家墓 哥 李家墓 别开了 他们早太快了 我都没追上 前面好几个路口 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了 我也打手机也没接 要不再去找找吧 算了 不找了 他在气头上 你就算找到他 他也不会跟你回来的 让他在外面待会儿 酒醒了自个儿就回来了 都怪我 对不起了 我不回来就好了 埋怨自个儿干什么呀 跟你没关系 都怨我 把他给惯坏了 回家 回家 李家墓 你卖上了个杀人犯 你无家可归了 无家可归了 好 那啥 那个 那我就先回去了啊 家墓有消息给我打个电话啊 李叔 这么晚了你明天再回去吧 我哥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有点害怕 你今天就留下来陪陪我们吧 那行 反正你姑姑也知道我来了 找他陪奶奶吧 那我明天再说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这孩子怎么把手机关了 关机了 是不是我刚才骂他那些话太重了 太狠了 那倒不至于 你他的脾气上了你都会走的 而且这孩子吧 男孩就这样 他肯定关机嘛 怕难找他 这时候肯定毒气 妈 你别太担心了 哥都快十八了 不会有什么事的 这司徒怎么也不接电话呢 海大别着急啊 以后我上进去 以后跟你妈妈在啊 别着急 别着急 我上去 我上去 你可能会发现 我上去 你不见了 你不见了 我上去 我上去 你还没人 乱雅 我上去 我 喂 江先生 怎么了 哎 同学啊 那么晚怎么还不回家啊 关你屁事啊 哇 你讲话很难听呢 你知道吗 年轻人最重要的是要讲礼貌 这是做人的基本要素 连这点都不懂的话 那你就白活了 你有病啊 关你屁事啊 用你管我啊 哇 哇 你要干嘛啦 哎 你是不是跟家里人吵架 你不会打案在这边坐一个晚上吧 你说没了没了啊 我是关心你耶 我真是关心你耶 你先放开好不好 你先放开 但是我提醒你一下 这边昼夜的温差相当大 现在已经快临下了好不好 你那么单薄身材 你这边 在这边坐一个晚上 你会被活活冻死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要不要跟我回家嘛 反正我一个人住 要不要嘛 赶快给我滚 啊 啊 啊 怎样啊 怎样啊 走啦 还走不走得动 哎呀 走啦 家里很暖和的 走 别动 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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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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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还是关机 你 你怎么出去了 你没在屋里啊 回来了吗 还没有 睡不着 出去找了找 还是没找着 你吓我一声 手机一直关着 是我刚才打了关机的 你这太不安全了 你喊我一声了 你这 你在哪儿呢 我在床上呢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一直关机啊 我喝多了 家木给你打过电话 跟你联系过吗 家木 家木他没给我打电话呀 我记得 我记得好像是我秘书 给他送过去了 你秘书 我跟你说 那个什么 家木呢 昨天我们俩在一起吃饭来 我来着了 然后呢他还跟我说 他不想上学了 让我帮他找出工作 帮他教育他一顿 他是不是去找工作去了 不是那你昨天晚上 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昨天晚上我不是喝多了吗 你喝多了 你应该给我打个电话呀 你怎么能让孩子喝那么多酒呢 你惹大事了知道吗 说什么事了 这家木一个臭小子 又没钱又没色的 你有担心什么呀 是不是 我跟你说你不用担心 你没事的啊 老木 喂 喂 你听我说话吗 喂 喂 喂 家木 什么情况 家木是跟他在一起喝酒喝多的 行行行 赶 赶紧找孩子吧 现在也不怪什么了 你师父呢 他去丁杰家给你取衣服去了妈 你咋还不回来呀 他今天啊一准回来 妈 这油烟大 你快去屋里坐着吧 饭好了我叫你啊 快去吧 快去吗 快去吧 谢谢观看 观看 你干吗呀 大嫂上 你哭什么呀 我又没打你没骂你 妈 怎么了 妈 你哭什么 怎么了 妈 谁知道怎么了 自己溜进来把相框摔了 没事自己哭上了 妈 你相亲爸了 好多血 好多血 我可害怕了 明白了 肯定是想起你爸死的那个状况 妈 你看消息什么了 火 火 血 血 血 好多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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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师父 师父打开不来 我要师父 走 咱去给师父打电话去 我要师父 走 早上还是让不让人睡 李宽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 咱们给师父打电话去 我要师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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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师父 我要师父 来 妈 坐 我马上给师父打电话啊 嗯 我姐的电话 喂 姐 什么事 宽子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不 我不 我不跟你说 昨晚跟你说了吗 弟姐这么有事吗 家里 怎么了 哎呀 咱妈刚才一直在哭 要你回来 不是 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 是不是一样的 那小月找事了 不是啊 咱妈看到 咱爸的合影了 就一直在哭 怎么也劝不住 你说我怎么办呢 哦 那这是好事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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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那你把电话给 给我现在回不去暂时 你把电话给给给给给 给来 妈 哎 妈 师父电话 师父 哎 老太太 我是师父 你咋还不回来呀 我不跟你说了 我现在在丁杰这儿 店家在有事 好吧 你是不是在那儿又闹了 我没闹 我可听话了 哦 你看没闹吧 那我姐胡说了 你这样哈 你耐心等我 等我正好办完事 我就回去 给你砸带鱼 好不好 嗯 好 嗯 好 他拜拜了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哎呀 不哭不哭不哭 妈没事吧 没事没事没事 哎呀 看来妈真是把你磕到脑子里了 虽然不知道你是她亲儿子 可是 已经把你当儿子了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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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卫生间里边有新的毛巾和牙刷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好 谢谢你啊 宽子 你看你看你右手边那个脑子 男孩像不像珈牧 像 但是不是不是 体型下 体型下比珈牧还瘦 不是 不是吗 你还要其中注定开车吧 我来帮她看 安全第一啊 来坐啊 吃饭了 你知道吗 你昨天晚上她太可怜了 让我一个人喝了那么多酒 她坐在那边 我实在是太可怜了 所以才把你带回来 谢谢啊 咸菜也不错 我自己炒的 怎么 能问你个问题吗 可以啊 你是做什么的啊 你猜 你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太累 风险太大 没有意思啊 继续猜 那 你是当官的 当官 在这边当官 你如果不贪的话就很穷 你贪啊 就要去坐牢 更没有意思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公司白领啊 老总 公司白领跟老总 每天累死累活 一年下来 顶多也就赚个几百万而已 那你就有意思吗 那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就跟我说呗 这是一个秘密啦 你先吃东西啊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哦 我叫珈牧 你呢 我呢 叫林康 你叫康哥就可以啊 康哥 吃啦 你叫康哥 押佩 你叫康哥 往上 是 我猜 你叫康哥 你叫康哥 那我 你昨天晚上给孩子喝那么多酒干嘛呀 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 我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我不信 不 我 我真 什么意思啊 你们俩又在一块儿 一起过来兴师问罪来了是吗 什么兴师问罪呀 我问你昨天晚上跟孩子到底说什么了 那你什么意思啊 一看这是干嘛呀这是 我是说了 发现个杀人犯 毁坏了我们的幸福和未来 这孩子毁坏了 怎么了 不说实实吗 你为什么说这些 你知道你告诉孩子这些后果是什么吗 他昨天晚上回去喝酒了喝多了把他给揍了 孩子失踪了 我告诉你 如果孩子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吵架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怎么了 你知道珈牧回到家为什么敢跟你动手吗 是因为他跟他说了很多山风点火的话 其实我倒无所谓 自己的孩子我不会跟他一般见识 但我现在挺担心珈牧的 他这个性格呀容易冲动 这孩子现在就是叛逆期 这孩子现在就是叛逆期 行 也别太担心了 因为我觉得这孩子大着大便面前还是有便便能力的 吃饱了啊 吃饱了就要喝茶 这是正宗的台湾高山乌龙 喝了 谢谢你康哥 不会啊 这样好喝 康哥 你现在能告诉我了吧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我咧 是做一种 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钱的职业 在最短的时间内赚最多的钱 不 那是什么意思呀 那你听说过资本运作吗 资本运作 那个我好像听说过 我好像有在电视里看过 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给你打个比方哈 你现在包里有一块钱 它经过我的手呢 它就变成一百万了 一百万 对啊 那康哥 这十块钱给你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只要十万块 其他的我都不要 那我凭什么帮你赚钱嘛 难道我缺这点本钱吗 你都拿去啊 也是啊 康哥你跟我说 你说要多少本钱 五 我想办法弄来 五万 五万起步 钱生钱 房越大 利润就越大 五万 好 好 就是 这一路 我说 那是 你看 那是 我可以认识 你 我可以认识 我可以认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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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